你跑组当中 有没有哪个事 是印象最深刻的 有 就是经常会遇到 不靠谱的剧组 假剧组 然后有一回吧 在网上看到了一条信息 说是招女三号 然后我就通过她的 那个联系方式呢 我就往那个地方去 打车 然后打车路上呢 然后那司机 当时就跟我说一句话 他说 你这就是一个村啊 而且特别 特别郊区的一个地方 你去那里干什么 我说我是去面试剧组 他说那里应该没什么剧组 你别被骗了 是那个司机先提醒的我 但是我不听 我觉得 你什么意思啊 你根本都不懂这行业 你这是乱说 你应该说 你肯定是别的剧组派来的 对 对 对 下车之后呢 然后打电话 我跟那个人说 我说哥 我到了啊 然后那个男的 就过来出来接我来了 他看了我一眼 完了 就表情就还挺奇怪 就打量一下 然后过一会儿呢 又来个女的 然后俩人神神秘秘的眼神 一对就这样 有意思 是这女的啊 什么意思 我没看懂 多明显 你看我是那个男的吧 你是那个女的吧 然后我是那个男的 我看你 就这样 一般人不会有这种眼神的 谁呀 我是表演的不高 我也要看了 不是 看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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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没有 你感觉到我的点 可是我告诉你 我感觉到了 大魏是个猪队 我挺明白的 就是说你感觉这俩人 贼没熟眼 对 对吧 你看看主持人 不愧是主持人 我没找对词 你这些都看在你的小眼 不是 心术不正 在你的眼里 对对对 你当时啥反应 我当时就觉得很怕 我就说 干什么东西啊 这是在 然后之后 他说了一句 让我特别齐心的话 谁介绍你过来的 我一想 不是我给你打的电话吗 什么叫谁介绍我过来的 他说你的介绍人是谁 往我说我在群里看到的 他就有种 恍然大悟的感觉 然后我就感觉不对劲 最最重要是什么呢 马上上那个电梯了 然后俩突然之间说 一会上去的时候 面试的时候你不要说话啊 你不要说话 都听我们的 别吱声啊 我想什么东西 搞那么神秘 对呀面试面试 我不说话 我上去干嘛去了呢 我就很害怕 完了我说哥 我肚子疼 我说我想上厕所 我说我去上个厕所吧 然后他说 你怎么没这么多事啊 我说不行我肚太疼 我上了厕所之后 我马上过去 然后我就特别特别慌 他说那你去那边上厕所 我就趁上厕所的时候 停 停 赵丽媚 你刚刚装肚子疼 这个是真肚子疼 还是演的 其实也有点 你是集中生智对吗 你说我那个时候呀 那是演的呀 对 那是演的 因为你说刚才呢 你看他这孩子说话 我发现了 就是小时候不在咱班里 不就故事大王吗 对吧 老师说 那么我们以后就叫 赵丽媚故事大王吧 说对了 老师说了 让我去考编剧去 所以我太能编了 那你们美国皆是谜底呢 他不 笔笔就是跑了呀 他没法接触笔笔 因为他跑了呀 他要是没跑的话 他就不用了 他就 你就再也看不到他了 我觉得这个 他这故事真的挺吓人的 我今天这一段 真的得让所有学表演 或者你不 就离 模特 这些面试人 有一句话叫兵不入险 真的是 就有危险的地方 不能一个人去 你带个男同学行不行啊 哪怕老何这样了呢 也管用了 哪怕带着猪队友呢 是吧 所以我想说 类似于这样的求职岗位 做几件事 第一个是查一下 他的公司背景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最好你去那个百度 说明一下这个公司 有没有什么骗子行为啊 你去查 可能会有评论 第三个就是一定要看地点 如果地点特别偏远的时候 找朋友陪同 特殊情况下 就是回来之后 该报警报警 因为你没事了 假设这有问题 有可能是别人有问题 那该查的就查 嗯